大家好,今天的江泰公读报时间呢 我们来分享一篇纽约时报的稿件 它的标题是 谁是真正的中国 古汉林还是被带着锁链的女人 这个问题其实现阶段困扰着每个中国人 一边是光鲜亮丽 一边是地狱般的黑暗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纽约时报 它是怎么分析的 它这个稿子是我用这个翻译器翻译的 所以一些词汇呢可能听着有点怪 但是它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 这个文章说到呢 女性截然不同的境遇 庆祝与沉默 反映了对中国政府来说 每个人都是一个工具 它服务于一个目的 直到它没有 北京冬奥会期间 两名女性主宰了中国社交媒体 一位是古爱林 她是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出身长大的 18岁滑雪运动员 为中国赢得了金牌 另一个是八个孩子的母亲 她的脖子被铁链锁在一个 无门澎湖的墙上 中国互联网正在爆发 关于两者中 哪一个代表真正中国的讨论 许多人感到愤怒的是 政府控制的算法 美化了顾女士 她符合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叙述 同时审查了被锁链的女人 她的悲惨境遇与这种叙事背道而驰 庆祝与沉默 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 即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目的的工具 直到她没有 不管她是否愿意 顾女士已成为北京展示其 对全球人才吸引力 以及忠于中国的好处的有力宣传工具 她代表了北京希望世界钦佩的成功的中国 被锁链的女人 代表着数亿人仍然居住在贫穷落后的中国 她们有时会出现在官方媒体上 以展示该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功 直到她们的苦难成为不争的事实 谷安林的成功跟普通中国人有关系吗 成为后来被审查的一篇病毒式的文章的标题 我们可以在为国二林加油的同时 记住这些女人吗 文章说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 不应该看特权阶层有多成功 而要看弱势群体有多惨 一万个体育冠军都洗不掉一个被奴役的女人的屈辱 更不用说几万了 中国政府不喜欢辩论的方向 两位女性并列凸显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一的迷人的表面之下 隐藏着令人不安的贫困和对妇女权利的广泛滥用 她违背了招募像顾女士这样的明星运动员的目的 展示一个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强大中国 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成为谷安林的机会 北京一家知名教育公司的创始人李一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被锁链女子的悲剧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几个小时后 他的文章被删除了 中国中产阶级深感失望 他们通常愿意听从政府的说法 但对反复撒谎缺乏行动和随后对被锁链女子的审查感到愤怒 他们认为政府在社会特权成员背后庆祝了太多资源 而忽视了另一个急需帮助的成员 他们担心后者的不幸可能会发生在他们或他们的女儿身上 许多社交媒体用户 包括一些自称民族主义的小粉红们 发布了中国著名小说的一句话 我爱这个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爱我吗 自从一月下旬 一段短视频在网上疯传以来 这个被锁链的女人的故事 据政府称 她的名字叫小花梅 已经吸引了中国的互联网 里面 一个面色苍茫的中年妇女 脖子上挂着一条铁链 站在漆黑的棚屋中 随后的视频显示 她失去了大部分牙齿 似乎精神错乱 地方当局在接下来的两周内 发表了四份相互矛盾的声明 在周四的最新声明中 当局报告说 小花梅可能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她的丈夫正在接受非法监禁的调查 政府早些时候辅任了这两者 上周在顾女士获得金牌后 这两位女性的命运在网上相遇了 曾在旧金山一个高档社区长大 并代表路易威登和迪富尼公司 等一些大品牌的顾女士 占据了微博上最热门的 20个标签中的10个 小花梅的标签不见了 虽然很多人还在谈论她 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对这两位女士的不平衡待遇感到愤怒 他们觉得即使她们极尽全力成为中国国家庞大机器中的顺从和有用的工具 小花梅的悲剧表明 国家不一定会保护她们 一位微博用户在帖子中写道 她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母亲 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从不想参与社会问题 我努力抚养女儿 我给她买了房子 我还存钱让她读博士 她写道 我希望她像鸟一样自由 可以飞到任何地方享受生活 但现实告诉我 她可能是下一个被拐卖到徐州 被男人折磨的人 顾女士和她的支持者可能会争辩说 将她的成功与被锁链女子的悲剧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 她们有道理 但她们应该责怪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一直在向这位奥运选手庆祝奉尘和保护 却似乎无视小花梅的困境 许多最热门的关于顾女士的社交媒体 标签都是由最重要的官方媒体创建的 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官方媒体的关注也来自一些意想不到的角落 中共反腐机构网站刊登了对顾女士的专访 当中国的民族主义网络用户批评顾女士 没有在领奖台上唱国歌时 微博审查了该用户的标签 被称为中国青蛙公主的顾女士 当被问及曾被官方媒体欲问 我们的中国公主的网球明星彭帅时 她却是难以琢磨 彭女士在11月指控一名退休的中国高级领导人信心 她的名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仍然受到严格的审查 由于她回避敏感问题 顾女士被誉为模范运动员 值得其他华裔人士学习 她还被引诱为中国治理模式优于美国的证据 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写道 美丽才华横溢的谷爱林回来征战中国并获胜 真是太棒了 而盲人残疾人的陈光臣到美国求光明 陈先生是一位盲人维权人士 曾被软禁多年 2012年移居美国 胡锡涛写道 中国欢迎更多的科学家 运动员和商人 让中国成为完成任务的地方 一些社交媒体用户批评了胡先生的帖子 称他暴露了系统如何看待像小画面这样的 残疾人和弱势群体 这就是中国的生活 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写道 一方面是无法批评的冬奥会冠军 另一边是在被审查的被锁链的女人 一个是有光明未来的 另一个已经走到了尽头 那么这篇稿子呢 就是纽约时报对古爱玲和这个巴海女的一些看法吧 他就提出了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谁是真正的中国 古爱玲能代表中国呢 还是这个铁链女人能代表中国 我相信大家也有这个疑问吧 那么这期读报节目呢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